我妹妹如果老闆在那里我放心 他会照顾好我妹妹的 如果老闆不在那里的话 我也不会把我妹妹丢下 但是老闆在那里我知道 他会照顾好我妹妹的摔个尖吗 我在一个 我在一个能安静 安静的地方 谢谢谢谢送的礼物谢谢 因为我不想给他们添麻发了 我不想给阿伟哥还有他那姐 还有老板他们添麻发了 知道吗摔个尖吗 因为我觉得都是我的错吧 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你们都不要担心我 我没有中了谁的劲 因为我知道添添姐姐就是 怎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都是为了我好吧 添添姐姐也是为了我好 老板也是为了我好 阿伟哥也是为了我好 就是他们为了我好 所以我不想连累他们了 我不想麻烦他们了 摔个尖吗 我不想麻烦他们了 我觉得我觉得我走到哪里都会让他们 过得不好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想好好上班 好好工作 好好地挣钱 好好地把自己变得强大 但是我总觉得 不是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摔个尖吗 我想冷静冷静一下两天 然后我想去一个地方找工作吧 找到工作了 我再去加一末 这段时间很谢谢老板 很感谢他 你们也不要说阿伟会来接我到公司了 你们为什么非要扯上阿伟哥来呢 不要再说了 如果一个人会来接一个人或者干嘛 两个人会有缘分的话 不由别人说的知道吗 帅个紧摩不由别人来说的 我怎么由别人来说呢 为什么让别人来说呢 对不对 我现在哪里都不想回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工作 好好挣钱 但是我觉得工作好好挣钱也不是 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 每天都会很多人为我操心操累 说来说去的 我觉得这样太难了 太难了摔个尖吗 我觉得我还是适合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吧 我也好 然后去一个地方找个工作 把工作找好了 我再去家一幕 那样的话 他们也不会有话说 阿姨妈我们在老板那里上班 怎么怎么 那样的话 他们也不会说 我是小三后妈 那样的话 他们也不会说 我忘了什么 万恩复义 那样的话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会那么这样子了 那样的话会简单一点 也不会那么累 要不然我觉得我现在在老板这里上班 我好好工作好上班 很多人都说我怎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挺累的 真的摔个尖吗 待一不正能量 谢谢谢谢 谢谢 给我两天的时间 怎么他那几书给我两天的时间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子 真的没必要 搞得我觉得我压力很大 知道吗 摔个结盟 真的压力很大很大 他们这样说我压力非常大 好像是我抛弃了阿伟哥一样的 他们明明知道 他们明明知道 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还非要这样去说 因为我尊重每个人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挺好的 我也不希望别人来说我 我也不希望别人来 我的感情 拿我的感情来开玩笑 我很不希望 知道吗 摔个结盟 搞得我压力很大 我不知道怎么走 我不知道怎么选择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知道阿伟哥父母不喜欢我 我知道 我知道阿伟哥父母不喜欢我 我知道我家过去也不会幸福 我知道 我知道堂堂姐帮的良伟哥 堂堂姐有钱 有实力 能帮伟哥 这些我都很明白 摔个结盟 你们不说我都很明白 你们不用拿这些来跟我说 我都看在心里 我都放在心里 我都明白 知道吗 我觉得我啥都不是对不对 我啥都不是 所以我不去说 我不去参与 我也不去说 我也不去做 我什么都放在心里面 默默的就可以了 摔个结盟 你们觉得父母重要还是一个女孩子重要 那肯定父母重要呀 对不对 那肯定父母重要呀 你们为什么还要去逼人家呢 你们为什么还要去逼人家伟哥 这样那样的呢 叫人家伟哥连信我呢 摔个结盟 你们这样的让人家很难的 知道吗 老板让阿伟哥不联系我 那他们为什么非要打PK呢 摔个结盟 他们为什么非要拿我来打PK呢 我总感觉我现在是一个 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值 说不联系就能不联系的人 一查PK就 把我给一文不值了 他们为什么拿我来打PK呢 都有点摔个结盟 对 对你们说阿伟哥一位我所以一无所有了 但是我能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摔个结盟 我该怎么办呢 阿伟哥为了我一无所有了 我能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们跟我说一下 我打电话给阿伟哥 我打电话给阿伟哥 要叫阿伟哥父母不喜欢我 阿伟哥也不联系我了 我老是打电话给过去打打 你们觉得我适合吗 我觉得不适合呀 摔个结盟一点都不适合 都怪我好吗 都怪我拉菲朗阿伟哥的时间 让阿伟哥倒闭了 都怪我 就是让阿伟哥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 一百多万 都怪我 全部都怪在我身上好吗 都怪我 但是我也没有buff 摔个结盟 我真的没有buff 我能怎么办 阿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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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妈你好好在老板那里上班 阿伟哥你在哪里啊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 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你把我回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欺负你了 我也不会让你操心 你回来吧 没事 你要好好在那老板那里上班 我在这边找到工作了 我就去接你 我今天就 我今天都 我今天都找了你好久 你今天早 你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 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都把已经 把那个行李给收拾好了 你都已经走了 我今天找了你一天了 你都 我都没有找到你 阿伟哥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忍你舍弃了 以后你就回来吧 我不是归宜扔下你的 你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阿子姐 因为我们两个一起的话 有点不好找工作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那我那我怎么办吗 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 等一下直播就那个了 你不要这样吗 你在那里待着 你听老板的话 好好地在那里下一段时间来呆 然后我 老板也很着急 知道吧 我们两个今天找了你好久 知道所以你要听 好好地听老板的话 知道吗 阿子姐 我以后听你的话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在哪里 我来找你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你就一声不肯地走了 我现在也不能跟你说 如果找到工作了 我就接你啊 那你如果你担心我的话 你就好好听老板的话 好好上班 好吗 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的话 不好找工作 如果找到工作我就接你 好 阿子姐 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对不对 我们我只是不想 我想麻烦很多人了而已 我没有生你气 我怎么会 永远你不管吗 对不对 你再怎么样也是我妹妹啊 对不对 我以前对你不好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知道 我以后好吃的好喝的 我都给你 你能不能回来 不要把我扔下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不要这样子 你听我的你好上班好吗 等我在这里找到工作 我去接你 因为 因为因为现在你看我们两个我怕我把你带出来了 他又像以前一样了知道吗 不要躲 我带一步正能量 带一步正能量 阿姨姆 阿子姐你 因为我怕我 不要哭阿子姐 你也不要哭了 你好好的 你也哭呀 没有哭 你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吧 我今天找你一天了 我都没有找到你 你不要找我了 你跟老板爷说 不要找我 我挺好的 我这两天冷静冷静一下 然后我再想 能不能找适合更适合我们的工作 因为我们不能走 给老板爷带来麻烦 给阿伟哥谈谈 他们都带来麻烦吧 对不对 只要我们不在那里了 我们就 好好的 就是安安静静的 去挂我们自己的生活 可以吗 嗯 嗯 原来你要听我的 在那里听老板的话啊 嗯 对 你要听话 知道吗 我不是抛弃你了 我只有先 先来找个好的工作而已 阿姨姊 我以后会好好听话的 我以后不调皮了 嗯 我知道 那你要听老板的话 嗯 嗯 在那里待着 不要 不要那个 不要不听话 我知道 不急 等我再就得找到的工作了 我就不谢谢你 嗯 那就先这样子吧 你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哦 嗯